美国劳工部7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1% 再次刷新40年来的最高记录 美国总统拜登回应称 这一数据虽然高得不可接受 但已过时 分析认为 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 是造成6月CPI再创新高的主要原因 这一数据将进一步挤压美国家庭 并对拜登政府造成重创 6月CPI将至美联储再度大幅加息 进而引发市场不安 媒体分析指出 美国陷入经济衰退风险加剧 高烧不退的通胀数据 致使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担忧升温 并在中期选举中 给拜登政府和国会民主党人 带来重大政治风险 推特7月12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法院 起诉特斯拉CEO马斯克 违反价值44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 寻求法院发布命令 迫使马斯克以美股 54.20美元的价格完成收购 推特表示 马斯克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收购协议后 现在拒绝履行对推特及其股东的义务 因为他签署的交易不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 马斯克提出并签署了一份对卖方友好的合并协议后 显然相信他可以自由改变主意 破坏公司扰乱运营 破坏股东价值 然后一走了之 他一系列的违约行为 给该公司及其业务蒙上了一层阴影 该公司试图阻止马斯克进一步违反协议 并迫使他在满足少数未决条件的情况下完成合并 7月13日 据日经新闻报道 松下将投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堪萨斯州建立第二家电动汽车电池工厂 为特斯拉供应一种新的高容量电池 到2028年 松下的电动电池产能将在目前每年约50几瓦时的基础上增加2到4倍 松下表示 江市和戈山工厂的生产盈利情况 在决定是否建设新的生产设备 隶属于南加州大学USC的非盈利组织Crosstown 树立了洛杉矶市警局的报案记录后发现 洛杉矶市2022年上半年 凶杀案死者已有181人 比2021年上半年的178人还多 更是2007年以来的新高 在181名受害者中 占四分之一的42名死者生前无家可归 明显高于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23人 受害人几乎都是男性 为158人 最年长的是87岁的老人 最年轻的是8岁的孩童 67起发生在巷弄中 32起在人行道上 75%以上的死亡都是由枪支造成 不过逮捕率只有43% 2022年上半年的资料显示 凶杀案件数最多的区域是市中心区 7月13日 朝鲜副外长在平壤会见俄罗斯驻朝鲜大使 并递交了一份承认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独立的召会 随后乌克兰外交部宣布 由于朝鲜决定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独立 乌克兰中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 本身上将这是必要勺之处到了 大型企券 这里身边的薪酒 童谷 甚至相机环境 好 小